糯米杂糕最简单的做法 个个起泡不爆裂 外酥里糯 好吃极了 一点都不备买的差 赶快学做起来 首先准备300克糯米粉 加入3克酵母 15克白糖混合均匀 再根据糯米粉的吸水性 加入260克到270克 30度左右的温水 顺着一个方向都搅拌一会儿 做这个炸糕 糯米粉一定要选择纯而细腻的 最后搅拌成较浓稠的面糊 盖好保鲜膜 室温28度 醒发1小时左右 发酵好的糯米糊 就变成了比较干爽的状态 如果发酵完依然是西糊状 就是糯米粉的问题 揉面排气 然后分成60-70克左右一个面剂 团圆备用 取一个面剂拍扁 包入适量豆沙馅 手动法包好 收口捏盐 再蒸一圆润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锅中油温烧至6成热 转小火 下入生坯 入锅后不一会儿 就会起泡膨胀 等炸糕浮起后翻面 先翻动几次 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金黄 形成硬壳状 即可捆入捞出 这样我们的糯米杂糕就做好了 表皮酥酥脆脆 内里软糯香甜 好吃不腻 一点都不必买的差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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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